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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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早安,歡迎來到月手的一天 今天呢,我們要出發來去武漢 我剛剛把我的GoPro整個重置 因為上一站南京站的時候 我GoPro不知道怎樣,然後一直當機 瘋狂當耶 我打開錄影大概12秒 15秒,它直接就關機 我現在整個是重置的狀態 那,希望這次 可以留下一些紀錄 跟大家分享 然後,因為現在 台灣飛大陸的那個搬機 就是值費比較少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多都是用轉機的 我們到那邊的時間應該已經是 下午的6點 還滿漫長的 現在的交通時間都比較長一點 OK,那希望武漢那邊的天氣是不錯的 如果有什麼好玩的,再跟大家分享 剛剛登機的時候 他們第一行要跑過來找我 剛剛說,我以前那個操縱行李沒有算到費用 還有那個什麼Oversize的錢 還有那個操縱的費用 沒有辦法,因為器材比較多 OK,那我們現在準備要登機了 我們現在抵達廈門了 我們現在抵達廈門了 然後現在呢 我們要先把行李 理出來 然後再去掛一次 喔對,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上一站去南京嘛 然後回台北的時候 然後到松山那一段 我的吉他被蠟在廈門那邊 所以他就在機場過了一天 然後隔天再飛回來 我拿到的時候,哇,整把行超級濕的 就是濕氣非常非常重 然後我拿到工作室之後 再把它就是用廚師去除濕 然後保養一下 現在要帶出來了 希望這趟不要有任何的狀況這樣 對啊,祈禱一下,祈禱一下 我們現在順利拿到我們的行李了 吉他 行李箱都得到 但是呢 現在發生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就是 要出去 要排超級超級長 超級誇張 我們現在那個check-in的時間 都不知道來不來得及 經過了一小時半 然後我們終於出來了 現在 我們又要來掛行李了 應該是來得及 希望他那安檢的時間 不要太久 經過了兩個半小時的奮戰 我們現在 又要上飛機了 抵達啦 現在已經是 將近六點了 讚讚讚 隨時都安全抵達了 哇,機場超爆大 超級爆大 我們現在等那個 等車子來接我們 順便看一下這邊的夕陽 還蠻讚的啦 還蠻讚的啦 一切都恢復正常了 從離開台北 經過十一個小時 我終於抵達武漢了 哇 今天這個飯店非常不錯 很讚 而且他這邊有個陽台 很讚喔 哇 哇 外面超級舒服的 非常優啊 剛剛那一路上這樣拍過來 其實好像我的GoPro好像算蠻穩定的 那這次應該是 可以很順利的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站的 一些表演啊 還有吃東西啊 之類的 因為聽說 武漢這邊好像 東西非常好吃 那我等一下 因為這附近沒有什麼商場 我可能就叫個 外賣 或是吃飯店的東西了 來來來 看一下我今天晚餐 很讚很讚 喔,超級優 這辣椒超級香的 我是點一個什麼 什麼超牛肉的 這蠻優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邊 現在外送超級方便 什麼都可以買 因為聽說 那個什麼 連酒都可以買 好像我記得好像是 不能送酒 對 然後呢 我還買個 水果拼盤 然後 還有一碗湯 我靠 我整個 太認真吃了 特別跟大家分享 現在湯已經剩一點點了 這雞湯 非常的讚 很舒服啊 很清爽 對啊 然後現在 天氣也是蠻 蠻涼爽的 就是 又不會說太熱 不會太冷 所以 哇 吃完飯喝個湯真的 蠻舒服的 然後 我們明天應該是 中午吧 中午集合 然後過去 場館那邊 中彩 我們現在 呃 Sound check結束了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次的器材 但是我器材也沒什麼好介紹 所以我來跟大家分享這次發聲的產事 來來來看一下我的木吉他 我的木吉他整個爆掉了 我會把照片附在這邊 對然後這個後續的事情呢 我之後再來跟大家分享 對阿有一些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因為我拖運 拖運了七八年其實也沒有遇過這種問題 對然後不會是一種一樣的Case 這把琴也拖運了好幾次了 都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不知道那相門航空到底怎麼搞的 那他們之後後續有跟我聯絡什麼的 我再跟大家分享 那這把琴呢我之後也會拿去給盛騎修 那他的修理方式阿等等等等 我也會再拍一集跟大家分享 當然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這種慘事 這個真的是蠻慘的 那我現在是把他整個用膠帶把它貼爆了 那我現在是把他整個用膠帶把它貼爆了 非常的長 他從這邊列列列列列要屁股這邊 對阿那希望大家都不要發生這種事阿 那如果發生的話 我後續的跟大家分享說 我是怎麼處理的這樣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好的處理方式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我現在不知道欸 就吉他列然後要不要貼回去 我今天彈琴莫名的自信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OK 那就再跟大家分享囉 現在是晚上的七點半 我們要開始總彩啦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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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阿 就這樣 還會有跨 EMC 這樣可以的 是有沒有跨畫 我們剛剛也有跨畫 現在是有跨畫 你剛剛有跨畫 他說這有跨畫 他今天會有跨畫 他現在是跨畫 他現在有跨畫 有跨畫 他現在有嗎 現在就有飯了 沒關係我拿太快了 好的各位我們總彩完然後回到飯店了 現在阿峰呢 就是我們背手阿峰 他現在要幫我 把這個 我貼的這個腳步先全部拆掉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拆掉 因為 廈門航空那邊要我留下證據 拍給他看我的吉他到底有多嚴重 總之呢我總這邊一路列列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開箱了 這是一個開箱文 我們把它拆掉之後勒 我先拍照 然後我們會再把它黏得漂亮一點 因為今天是比較臨時黏 那黏得漂亮一點明天 演出的時候就不會看起來這麼突兀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 開始作業囉 拆吧拆吧 擦抱著 真的擦抱著 好 其實怎麼會這樣裂 這裂它到底是怎麼刷 欸 我剛剛那個case我這樣 我這樣看其實 蠻難弄的這樣 我剛好上網查了阿 就是 修這個的一些 一些方式 我查一些日本網站什麼的 然後他們會在裡面再加木頭 在裡面側面再加木頭 然後就會比較 強壯 然後有些人是說聲音會變 就是 速度比較快 速度 這好像不錯 那叫什麼 怕等格 等到要等 趕補起來 變超猛 所以我覺得感覺是OK 喔唷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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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是那種一個洞 對它不是一個洞 那它真的要善音嗎 來來來來 拍給你們看一下 你剛剛彈起來有感覺有差異嗎 欸你要我講真的嗎 這馬型跟新的一樣 他把這樣使用 可以隨便 好感動 我認識你 不錯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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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